一個大生意昨天公佈了 香港大條賺錢給你 中國歷史你也有點興趣 三國志 尤其 熟落 終止不教 不要在周鵬面前 全世界面前都不敢說這些話 也不是 你看了就好 自己有些興趣 但不太熟 你很厲害 你動一點就敦煌 我一步都沒有踏入敦煌 我今天11點半之後 就要和周鵬在言語上研究一幅敦煌堂驚動 封住那一幅墻 上面那幅壁畫 我覺得是有達文西密碼的感覺 我等你表演 師傅也是這樣說 挑你雞 不要緊 我不叫雞 還說敦煌 說了很久 這些人說你為何找不到吃 你知不知道接下來是敦煌 又來到封嗎 我收到封 跟這個中123的中市一樣是大相機 帶一條好橋給你 兩條好橋 讓你就可以脫裙 不是脫裙 脫裙 你被我傳染了 師傅 脫裙 脫裙都正 第一 中市接下來 如果不相當大家偷竅 我打算自己吃 我訂了一塊給你了 昨天才公佈 我真的是放長雙眼 看你吃不吃 眼睛不是放長 眼睛是放大 想到不是困難 但要下手做才難 這裏有什麼專家沒有 飛機師有 飛機工程師有 在飛機上面也有 在飛機下面也有 或者沒有搭過飛機也有 那些什麼主持也沒有 專打的也有 昨天他公佈是專針哪幾個年級 中123 沒錯 那些叫做中市BB仔生食器官 來日方長 removable pictures 中123 你昨天有看 多其中一 123 他就說那些課程 基本都是基本的 周鵬直接在室外打開 門便可以 的 他分幾個階段 要參加,尋 convention 中一、中二、中三的課程中是必修复 中一是50節,中二是50節,中三是各50節 加上中一到中三是150節 150節就是每一節上課大概40分鐘 簡單說就是一集反抖歷史的時間 當是150小時 昨天有些聽眾自己有在Facebook留言 大家在熱烈討論的時候總結一下反抖歷史到現在已經有600多集 那你拿那600多集賣給中學就行 但那些全部不是中史 那些美索不達米亞那些 反抖歷史譯作英文是叫做Western History 不是Chinese History 西班牙也有說少少 因為我打算講完敦王最上一次的旅行團 那些自己人去了西安、長安 始終都是我們第一次搞強國旅行團 去這些古都 也有少少落差的 那些自己人反映說差那麼少少 所以我現在在想會不會講完敦王之後 我花大概兩個月時間跟大家講講長安的歷史 即是反抖歷史 補充補償那些叫補償 但長安那部分就不要再罵人共狗 沒有沒有沒有 主要是他錄去加拿大那些 那些什麼華僑之星那些 我錄了兩次已經不能錄了 那些自我毀滅不用做 那些雙機中一二三 既然是一百五十折 一百五十個中一檔 那裏面昨天訪問老師 根本學校是不會加資源 去加必修科 現在是閒米煮閒飯 即是現有學校的老師 懂得中士教 不懂那些又不知怎樣教 然後學校又要符合這個課程 又要教得這麼快 那些學生就聘請一些 都不知道是否專業的中士老師 一定會黑暗 那於是乎 學校跟我們晚上下班 放好東西吃飯一樣 這麼晚下班煮不到飯 最好買外賣 如果我們可以製造一些中市外賣 一塊一塊這樣 讓學校可以買來用 然後那塊錢我真的不知怎樣說 你也想說 你說沒有額外資源 那哪有錢出來 那些內容 我看的那些 是在課程那裏沒有的 他們是不敢說那些 敦煌是不屬於中國的 那當然是不屬於 那我們跟回他那些 先秦歷史 什麼明清堂 什麼宋元明清 你今晚做這份 自己擠一下 人家喜歡吃辣 你當然是做些咖喱給他 很合理 然後我們把那些內容 找中士的自己有 可能是退休中士老師 聯絡過我們 不過我不見了電話 如果有的話 找回我 我的電郵 很想和周鵬聊天 中士老師找我 我真的想找你合作 他想發達 就是 C-H-O-I-H-O-L-E-U-N-G 即情上來 數碼講吹 下面有酒吧 D100.N2貼 或者打我桌頭電話 2297-1808 2297-1808 學校如果我們可以提供到一些東西 他按下去我們D100Radio的YouTube 接著一看就 先秦歷史 還要很有趣的介紹 將課程在裏面 一條影片 那些懶人包 五分鐘十分鐘已經 講出來 還有公仔簡單單 你知不知道五分鐘要搞整個月 有人搞的 現在網上有很多 最重要是料和錄 他按過YouTube你收不到錢 你以為按一下D100就收到數 YouTube的影片有另外一個收費方式 是要付錢像電影一樣按下去 你變身一個中市主持之旅 現在的學生都Rap 歷史也有趣 你不可以像八股佬那樣 今天我和大家講一下 先秦 折代史 那些會關掉 昨天我看電視訪問 我不是侮辱的老師 只是從外面 中市的老師為何會像你舊公司的主持 用樹頭講鼓的感覺 即是很久沒有洗頭 臉又有很多油 眼鏡又很厚 說話又慢 然後就很厲害 一排咽屎牙 又多暗瘡 這樣就不行 為何是這樣 我也不太明白 所以昨天在想 現在有些中市好像有些起色 我們當然要和七七七對著幹 對著幹 他們明明中一到中三 就是搞洗腦中市教育 我們當然是講一些 在教科書裡面不會有 或者老師是不會看的東西 不是我串 我只是看外國人寫中市的 中國人寫的中市 對不起 我真的不會浪費時間去看 如果你說要近的 就是真的看日本 日本人所寫的中國歷史 那些也有些事情 我又不知道接下來 中一到中三那些 編課程那些是甚麼人 那一定是教聯會的人 教聯會只是給意見 但是昨天開記者會 就是那個常秘和什麼 另外那個 只是問他說六七暴動的老爺 就是教育那個 我就六七暴動的時候 我親歷其境 你在哪裡 問記者 為什麼這麼囂張 還未出生又如何 這些事情 在回憶當中 才可以進行教育 所以就未必一定 編下去課程 那如果這樣的邏輯 那麼1949年那些 即是你那個中史 中三課程 中三有三十六節 就講政治演變 就是中華民國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之後就是文化特色五節 香港發展九節 教育國那些什麼測官員 什麼 常秘和變秘人 那中華民國的時候 你出生了沒有 那你沒資格說 我不會說我編的 那你編什麼 你這樣的邏輯死得 然後是《遠古道唐末》 講三十二節 但我記者很差 記者被他空倒 《遠古道唐末》 那要挖一塊骨出來講 講到公元九九幾年 公元前四千年 應該由養肖文化那裡開始講起 什麼 養肖 不知道在哪裡 巢關 公元四五千年開始講 一直講到現在 唐末 唐末就是公元一千 十世紀九世紀 六千年 如果再遠一點 講到何武道文化 現在是寧波 何武道我先祖 八千年到一萬年前 開始講起 你用三十二節 講一萬年的歷史 你沒事 真的急口令都講不完 嘩 嘩 說了聲 只有幾句 等同看鹹片的 只是看精華非煒的無可惠 你見學校這樣編法 當然是針對性 看看怎樣出些波論 補習天皇那些 實部處好 為大生意 我們就分了一杯羹 這些都要考試 理得他合不合格 他看了不合格 不關我事 但我們用一個公義的原則 去將一些他們講不到的歷史 或者沒有講得那麼清楚的歷史 用一個很短時間 有分析的角度講出來 那些學生才會看 那些學生為何會無緣無故來看 他不想看書 或者老師教得悶 但我們那個內容 我們不是就找退休老師 找一些現役的中士老師 我們有一個周Sir 周Sir答應了我半年幫我辦中士 到現在還沒辦 我說你有沒有那麼忙 他就死了 他真的很忙 我知道 我看他真的沒有陰功 為了一些人說 我上完堂再來錄音 我真的看他欠一些部費 他反斗歷史也很久沒有上來 很忙 我們就針對 不要給那些補習天王 騙學生的錢 我們出一些免費的內容 然後有些是收費的 他們看了部分之後 覺得吸引 然後幫忙按一下也好 或者十元二十元訂購 看到中一二三 中市的課程 為這些大生 現在要靠學生 自己主動找你的好資料來看 就不是等他們再填額色 或者是中學老師 一間中學也有兩三個歷史科老師 但是那個老師 叫那些年輕人看 D100的東西可以炒 但是他自己看 很多老師都有聽我們的 他又沒有心機 或者沒有時間做備課 又想聽一下那些主事 例如我現在計劃講波斯歷史 波斯歷史最少講兩年 另一個想講地中海歷史 這個又不知講多久 還有羅馬那些 想想想 上次見到一些聽眾去完西安 就好像有一點微言 我當做義工 倒飛 講一下西安歷史 最少講兩個月 講一下那些 因為最近這十多二十年 有些新的考古發掘 就是那些軒教 所羅阿斯德教的那些墳墓 那裏就可以講一下 那些外國的東西 明白嗎 不用明白的 好聽就行了 聽了一樣 喂 我那天吃嗎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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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沒緊要 你聽了別人說好吃就行了 不一定自己吃 聽了 就叫做學多一點東西 別人教聰明 就不是說話那麼深 我都不明白 不深的 不可以叫做 open mind 有些東西你實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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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過聽過 別人告訴你 別人就浪費了 不是呀 每個女兒我都吃了 是呀 不要緊 變了我們這個歷史 真是大生意 兼且有公義的方式 還有我們有專家 我們有器材 有房 有虛擬報警 再加上欠個年輕的主持 我們去做就不行 所以這個角色就歸你 一定要用一些很年輕的主持 去吸引 政府都在挖人 搞什麼青年事務 我打算報名 35歲以下 35歲以下的 又說什麼請他們進去開會 他們都搞青年事務 我們這一百都要有青年事務 中二後半期就說 五代十國到清末 一定有隔五戰爭 然後到中三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我奶 又有日本侵華 這些都交給亨利 日本人怎麼打中國人 對呀 你只是說北伐的過程 1927殺上去 蔣介石有一屆草民 突然變成將軍 十八業 剛剛看到蔣經說一半 這麼快出生了 他逐個範圍 但是肯利一定要重點說 就是共產黨如何勾結日本人 一起拖國民黨後腿 當然 要像你那些 毛澤東說過的什麼說話 共產黨以前歷史的先聲 還有他們怎樣在延安 蘇俄主義 在那裡 什麼植根之類的 蘇聯掛勾 我聽聽 那些資料 都交給肯利 然後用一個跳脫 用一個跳脫的角度 裡面有年份 有人物 有分聲 還有年青人霸 說歷史的 有人物 歷史地點 我知道 但你要有趣的把他連貫 1927年 話說蔣經國 大家就關機了 1927年 大家還沒出生了 是廢話來的 裡面有一條貿易 叫蔣經國 原本是幫人拆鞋 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奧 不知道是不是做 他爺X來的 竟然讓他當老肯 然後做了將軍 然後一直 這叫當老肯 當老肯 就是坐正 想在南方撒上去 統一中原 白癡的 然後真的搞不伐 是瘋的 然後再有幾個瘋的 跟他一起瘋 這樣才有趣 加上粗口 粗口不行 我們要保持一個水準 年輕的角度 再說出來 這樣就適合你 今天就是在講 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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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技 這麼久都沒有歌詞 沒有內容 白癡的 要持股培養 這個才是新方 這些賺大錢 接下來這五年都賺大錢 如果我找到 我分一半給加二千 我分一半給加二千 慘� Dieseen 當然我們栽培你 沒理由收簽了 也就是自己分銷 我們找一些專家 我們就去控托你 要專家做一個歷史達人 你們用一些인지 sup 但我們那我們一邊 那你就可以找到食物了 阿大也是這樣跟德哥說 你外面都寫沙士比亞 留在這裏做 保持有宣傳 不收錢 沒有人讀沙士比亞全部用英文 德哥現在用中文 那他一定是比喇 我也想跟他說 人家讀英國文學的都是用英文看的 為什麼用中文 算了 他不生的字 不像的時間 總之我們計劃一下 我安排周章有沒有自己有中市的人聯絡我 一於搞這項生意 如果沒有呢 那根本是不存在的偽命題 見過了 潘啟迪也認識他的 退休中市老師很猛料 不過他開出條件 周鵬暫時未接受到 他說想跟周鵬聊天 周鵬說我很害怕 除非喝兩杯酒下肚子 撞了膽之後我就有勇氣面對陌生人 中市我不奶 說真的 那就不合理了 你又說你自己吃很多女 女靈計 中市老師已經很久沒有吃女 正所謂話不投機 是這麼多 吃女多 其實你可以真心說一下 吃女的經歷來聽聽嗎 當然沒有問題 請購買第十季周鵬 Dap女士 只是出一季網台節目 一集說完 就是沒有 我給女吃 不是我吃女 他真的很認真 我們開另一個網台節目 叫周鵬會見精神科 講解他為何瘋了的情況 就是由露苑怡姑娘幫你負責 露苑怡姑娘去Dap她 沒錯 說了那麼多 先聊一聊 先想想想 是夠是夠 下班